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岐山和美国驻中国大使泰瑞布兰斯泰出席今年活动 指出王岐山这段话可能不只说给在场的贵宾听 或许更希望远在太平洋另一边的川普政府可以听到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和管控分歧 这是确保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的关键 为期三天的美中贸易协商9号在北京落幕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10号下午在例行记者会表示 双方在重点的结构性问题上有进展 但高峰没有具体说明 从商务部新闻办公室的声明来看 也只说明双方增进了彼此的理解奠定解决问题的基础 并且同意保持联络 而美国贸易代表的声明则是表示 双方重点讨论的中国承诺将会从美国购买大量农产品 美国官员也表达了川普解决贸易结构性问题的决心 再一次谈到中国的结构性问题 就是因为川普政府长期批评中国企业接受政府补助 造成美中之间企业和市场之间的不平等竞争 对此中国商务部就说 双方都朝援手推动的方向努力 甚至表示特斯拉上海厂开工就是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见证者 中美第五轮贸易谈判的同时 美军驱逐舰麦坎贝尔号7日驶入中国宣称 拥有主权的南海西沙群岛岛礁12海里范围内 对此中共军方人士表示 将根据面对的威胁进一步加强南海人工岛礁的防御 美国之音报导中国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媒体说明会 中国海军研究院研究员张军社重申 中国有权在南海岛礁采取措施抵挡外来威胁 另外中国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何磊也说 南海岛礁建设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益 中国在新疆设在教育营囚禁百万名穆斯林 之后又被爆出这些穆斯林被迫投入工厂生产线工作 而他们生产的产品可能流入美国等海外零售市场 像是美国运动潮牌Badger 在去年11、12月就被爆疑似出产新疆生产的T恤 由于质疑声浪不断 当地时间9日Badger在公司官网上宣布 已经与中国新疆生产工厂和田泰达解约 来看到教育方面的消息 中国教育部公布 港澳台居民只要在中国工作生活 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就可以申请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不过前提是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申请中小学教师资格的各项条件与程序 都和当地人相同 去年2月底 中国推出对台31条 4月厦门提出台湾教师 可透过特聘或短期交流等方式 在厦门的幼儿园和普通高中教音乐体育美术 而现在官方更进一步 让台湾人有机会取得教师资格 成为从幼稚园到高中的职业教师 中国十九大后 已经有27只大老虎落马 其中包含三名正部级官员 官员落马的处分通报中 常见全色交易 但不只是男性官员 单肃一名美女副市长 也因涉及全色交易重见落马 由解放军中将进一步阐释 习近平的武统台湾论 更扬言台独分子是必成战犯 维权律师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 和六国人权官员会面 期望借由各方力量 要求当局立刻释放自己的丈夫 加拿大近来连同各盟友 要求北京释放自己国家公民 中国大使则反批西方国家 是白人至上主义 日前网路上流传一支影片 曾参加过上山下乡运动的大妈 痛批文革祸国殃民 待会儿带您了解 中国书记处书记陈刚 日前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作为2019年第一只落马的大老虎 格外引发关注 事实上中国19大以后 北京中央持续严打老虎 截至目前为止 已经有27名大老虎落马 其中包含三名的正部级官员 根据南方都市报 19大以后落马的27名官员 大多数都是副省级干部 有一人是政厅级的省级纪委副书记 另外还有三人是政部级高官 分别是中宣部原副部长卢伟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努尔白克利 以及公安部原副部长孟宏伟 而从任职经历来看 27人当中有22人在落马以前 都是担任副职 包含三名人大副主任 三位政协副主席 八个地方政府副省长等 而在这22人的处分当中 有15个人被中央双开 多数人都被断崖式的降级 至于处分通报方面 以全色交易利益输送等为通病 以违反政治规矩为例 80%以上被通报的中管干部 都违反了政治纪律 这当中包含对抗组织审查 干扰中央巡视 背离中央要求搞政治投机 以及为个人职务升迁拉拢关系 此外贪污贿赂 滥用职权利益输送等 也是常见的处分通报 落马的中管干部当中 有77%以上都涉嫌这些犯罪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 22位中管干部当中 还有6人被通报涉及全色交易 包含省政府原副省长王小光 与多名女性进行全色交易 而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方面 落马官员不只被通报生活奢靡 贪图享乐 许多人还染上了高尔夫球病 违规打球或利用公款打高尔夫球 明显踩了党中央的红线 反腐行动风风火火 被调查进行全色交易的 不只是男性官员 现在就连女官员也中见落马 日前甘肃省美女副市长江宝红 因涉嫌严重违反政治规矩连结纪律 被中央同时开除党籍和公职 根据甘肃省纪委监委消息 当地五位市政府原副市长江宝红 以及五位市前市委书记火荣贵 都被同时双开 调查指出江宝红在担任副市长期间 搞政治攀附 捞取政治资本和经济利益 破坏地方政治生态 严重违反政治纪律 此外江宝红也违反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多次参与超标准的接待 接受高档宴请 并且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职务提供帮助 至于连结纪律方面 调查指出江宝红不只收手 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 还进行全色交易 谋求职务晋升等不当利益 而且在十八大以后不见收敛 因此遭到中央开除党籍解除职务 并被移送司法机关 根据了解江宝红出生于1974年 是黑龙江人 早期在甘肃省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领导小组任职 之后曾担任五威市招商局党组书记 五威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这次被查落马 也让不少中国网民感到压抑 接着看到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里 提到的武统台湾论至今持续发烧 中共解放军中将何雷更是深度阐释了台独问题和外部势力 甚至强调如果武力犯台的日子到来时 台独分子是必逞战犯 然而路透评论则认为一切只是哗众取宠 因为如果轻易轻台 反而会引发习近平的政治危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2日的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提到 中国不承诺对台放弃使用武力 这番言论引起国际关注 如今持续发酵 中共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前副院长 也是共军中将何雷 昨天下午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吹风会上 针对习近平的讲话 强调人民解放军将随时做好应对军事冲突的各项准备 根据环球网报导 何雷说 他认为现在台湾的台独分子是有贼心有贼胆 但是他们没有贼能力 没有贼手段 他们不可能把台湾从中国的领土分割出去 包括广大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13多亿人民绝对不会答应 绝不会让台独分裂图谋和行径得逞 他还认为台独势力和分裂行径是逆潮流而动 致历史大势于不顾 只能是皮肤汗素不自量力 躺臂党居自取灭亡 何雷奉劝台独分子要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否则他们将成为中华民族的败类 中国历史的罪人 是中国迫不得已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罪魁祸首 或者说是必成战犯 何雷也指出 所谓的外部势力就是以世界远景自居 干涉中国内政 阻止和破坏中国和平统一的外国 他强调 若海峡两岸发生军事冲突 源头一定是极少数台独分子和分裂行径 以及少数自称世界远景的外部势力干涉行为 何雷说中国不希望但也不惧怕任何国家成为外部势力 中国人民解放军核心只能是练兵备战 是要准备打仗 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有决心 有信心 有能力 而且有手段 坚决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统一和发展权益 迫不得已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 也会以台海两岸最小的损失 最小的代价和最小的伤亡 赢得祖国的完全统一 他表示当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 习主席和中央军委一声令下 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做到 招之即来 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 无敌于天下 他们充满自信 不会有任何意义 而针对不放弃武统台湾的言论 路透看出评论分析中国对台动武的可能性 报导指出 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哗众取宠 半个世纪来 中国并没有办法阻止台湾成为事实上的独立国家 但仍然极力阻止台湾宣布独立 强调武统一部分是想嚇阻台湾国内不得推动台独 另一部分则是中国对外宣称自己是一个全球大国 希望向全世界表明他有足够强大的能力 可以随时占领台湾 报导还说 占领台湾并不容易 若中国拙劣的入侵台湾造成严重死伤 到时候中国将面临国际的羞辱 甚至会引发习近平的政治危机 再来关心709大拘捕的最后受审人 中国的维权律师王全璋案 他失联了一千多天之后 天津法院在去年底秘密开庭 再度引发关注 他的妻子李文足在这段期间不断的抗争 找寻方法解救丈夫 如今李文足与六国人权官员见面 希望能够获得各方力量 要求中国当局立刻作出判决 释放王全璋 以下是明镜电视记者详细的整理报道 受到国际关注的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璋案 是中共709大抓捕的受害人之一 三年多来杳无音讯 犹如人间蒸发 他的妻子李文足为了救出王全璋 四处奔走抗争 昨天李文足在北京与美英等六国人权官员会面 诉说王全璋案去年底秘密审理的情形 李文足在推特上表示 他和709家属王俏领 1月9日上午会见了英国 美国 德国 欧盟 瑞士和澳大利亚六国使馆的人权官员 详细介绍了王全璋案去年12月26日 秘密开庭时 他被困在家中无法旁听 许多人被拦截不许去天津 而到达天津准备围观的人则被抓走 以及他们随后前往最高法和最高检投诉控告 被打压的情况 并贴出他与六国人权官员会晤的照片 最后更敦促各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明确提出 要求天津二中院立即对王全璋案做出判决 中国以此案涉及国家机密为由 不公开审理 引发国际社会 驻华使馆和海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国际特色组织谴责这是一场虚假的审判 王全璋仅仅是因为和平捍卫人权就受到迫害 并消失在黑洞中长达近三年半 极有可能遭受酷刑和虐待 现年42岁的王全璋 曾是中国当局重点打击的北京风瑞律师事务所的人权律师 代理过很多敏感案件 包括法轮功学员案件等等 在2015年709大围捕中被抓走 2016年1月被逮捕 去年2月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 他是709案几百位涉案人员中 唯一一直没有多少消息的被抓者 也是最后被处置的宅押人 中国为了报复孟晚舟案 逮捕加拿大公民 使得加拿大和各盟国近来在国际社会呼吁 要求中国立刻放人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 9号则投书媒体批评这些国家 怀有白人至上的心态 中国政府在上个月拘留了 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 以及商人史佩芙 指控这两人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安全的活动 但外界认为北京这么做 是要报复加拿大去年底 逮捕华为财务长孟晚舟事件 日前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和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 两人共同谴责中国任意拘留外国公民的行为 而包含澳洲、英国、法国、德国和欧盟 也都陆续发表声明表态支持加拿大 对此卢沙也日前投书加拿大国会山庄时报 批评加拿大应美国要求拘留孟晚舟是毫无理由 并表示这些加拿大人关心自己公民是可以被理解 但孟晚舟遭到非法拘留 被剥夺自由以后 加拿大何曾展现过任何关心与同情 并指出对某些人来说 似乎只有加拿大公民值得被以人道方式对待 而中国人不配如此对待 卢沙也进一步批评国际部分人士经常傲慢的采用双重标准 原因就在于西方的自我主义以及白人至上的心态 言辞回击西方国家 接着带您看到最近网路上流传一支视频 影片中五位大妈自称是曾经参加过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 他们在50年后回到天安门前录制影片 痛诉被迫离开学校下乡的经历 批评文革祸国殃民并且拒绝捂着伤口对当局唱赞歌 根据了解这段视频已经遭到当局删除 近来网络上流传一支视频批评中国1960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可以看到影片中有五位大妈站在天安门广场前录制影片 每位轮流发言 提到50年前他们这五位同学因为上山下乡运动 被迫离开校园结束学业 遭当局发配到山西河北内蒙古和惠州等地 从此人生一片迷茫 讲到激动处还裹起袖子擦眼泪 他们痛批文化大革命祸国殃民 1600万名之亲 不知有多少差点因此丧命 更多的是失去了他们宝贵的青春 他们强调过去50年被迫流逝 现在的他们回到天安门 拒绝污着伤口对当局唱赞歌 所以拍了这支视频希望能警醒大众 据了解这段视频已经被当局删除 明镜电视特别取得了视频 以下为这支影片的完整内容 五十年前我们五个同学在天安门前合影 之后便被发配到山西河北 内蒙贵州 通过我们亲身的经历 我们觉得今天由天安门作证 文化大革命祸国殃民再也不能重演 让千百万青少年放弃学业 去接受再教育 让他们背景平衡天理不容 五十年前前面躺着这位一声号令 我们全国一千六百万知青 吩咐祖国各地 送进了各种苦难 结束了学业 幸运的是我们还回到了国家 我们希望从梁家河走的那位能想到这些 想到一千六百万 这一千六百万是你的陪恋 你有时间去看看没有回到北京的那些知识 五十年前的我们 现在正在当市长市学知识的青少年 可是毫无选择的去了上山下乡去 从此开始了我们的人生 从此以后人生起点 发生了巨大的逆转 青春迷茫 我们成了初中还没有学完的志青 我们出了以后离开校园 离开部队 青春迷茫 充满的甜香苦辣 五十年过去 我们纪念 我们回忆 我们不是留恋我们过去的苦难 也不是想 我们是想纪念我们过去的五十年 回忆我们过去的五十年 下乡 严重的煤气中毒 我们差点丧失了我们年轻的生命 返程回京 多少知青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往事并不如烟 我们不能忘记这段历史 更不能捂着伤口唱赞歌 期待下一个时间 我们五个人还在这里重聚 节目的最后带您来看到中国简报 为各位观众快速掌握中国各地的最新消息 就在习近平宣示不放弃以武力统一台湾之后 两岸关系进入新一轮的紧张状态 根据苹果日报的报导 台湾国防部将持续进行太空科技长城计划 军方的科研机构已经完成500公里 第一轨道运载火箭的测试 预计2021年底就能开始第一次升空测试 测试成功就代表台湾拥有生产射程超过 1500公里以上地对地导弹的能力 如果台湾自行研发的云峰巡航导弹 能进一步运用这项火箭推进技术 射程又可增加到2000公里 等于是北京以南的区域都在覆盖范围之内 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 昨天发布短视频平台管理规范 以及内容审核标准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根据相关的规定 为了让视频内容正面优质 平台业者应该要开设账户 给主流媒体以及党政军机构 另外也要建立审查机制 审查的人员编制 至少是每天新增视频数量的千分之一 影响更大的是 节目内容改采先审后播制度 就连主打及时互动的谈目也要遵守 于是就有网友质疑说 谈目的言论很难有个标准 而且如果只能看到无法互动的旧视频 谈目这个功能恐怕也会慢慢消失 去年贺建奎在香港研讨会上公布编辑了 世界上第一对双胞胎的基因 避免婴儿受到艾滋病毒感染 引发轩然大波 传言他目前处于被软禁的状态 任职于英国法兰西斯克利克研究中心的 罗维尔贝吉教授负责筹办那一次会议 他认为外界不可能清楚知道贺建奎到底做了什么 而且预估他很可能被指控涉嫌贪腐最后面临死刑 不过北京的律师张欣水却抱持不同的看法 他说贺建奎并不是高级的官员 一般科学家不太可能因为贪腐问题就被判处死刑 针对中国企业承包在美国的业务 兰德公司提出网络安全警告 因为只要是中国公司都很容易受到政府部门的指导 可能会做出不法行为 根据波士顿前风报的报道 有共和党籍的麻州州议员也准备提案禁止 中国中车这一类的公司竞标地铁车厢等等 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不过麻州的交通运输当局却表示说 即使中国中车得标 车厢的所有软件都必须是美国制造 他们会依照国防部的标准严格控制所有数据 以确保网络安全无余 最后来看到北京大学在1月7号 以未经批准连续两周 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为理由 对左翼学生展正正祭出退学处分 不过却有北大学生在家事工人声援团的官网发文质疑 遭到警方逮捕的展正正 其实是被迫签字办理退学手续 文章提出的疑点包含 依照展正正的个性一定会出面为自己辩护 如果他能够在被捕之后登入校园网签字办退学 那么为什么没有公开声明他是自愿退学呢 不过校方还是坚持说展正正被退学完全符合程序 退学并不同于开除责任不在学校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世界新闻 我是罗千竹 首先来看到今天的新闻提要 韩国总统文在寅今天在新年记者会上表示 已经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出亲笔信函 不过具体内容不宜公开 文在寅强调按照外交惯例 韩朝领导人互相发亲笔信的事情都不会对外公布 但是金正恩去年12月发来的内容比较特殊 因为他在信里提到 针对去年未能回访首尔 他请求韩国的谅解 并且希望双方在今年能更频繁的交流 也会视情况在适当时机访问韩国 文在寅认为这是韩国民众有必要知道的重要内容 日前习近平喊出要以一国两制促进两岸统一 不过前香港总督彭定康却认为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民主政体 会自愿成为独裁政体的一部分 除非是被迫加入 关于香港局势的变化 彭定康惊讶地表示说 过去在殖民压迫之下 香港没有独立运动 但是在中国独裁统治之下 香港却出现独立运动 他称赞参与雨伞运动的民众 才是真正具有公民意识 他们不只爱国也相信法治存在 美国国务院日前才对中国发布第二集旅游警告 提醒公民造访中国的时候 要小心被莫名执法 现在就连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也呼吁学生 由于之前有美国公民在俄罗斯被逮捕 理由是他使用WhatsApp 因此校方担心中国效仿俄罗斯 利用同样的手段调查欧美旅客 或者以此为借口阻挡出境 所以特别发声明警告学生 要避免在中国境内使用WhatsApp 以及微信等等的通讯软体 美国总统川普与国会议员 就美墨边境围墙案等问题进行谈判 但是川普却一言不合 愤怒离席 待会来看 因为朝野协商没结果 川普只好硬起来 重申自己有权颁布国家紧急状态 进而征用国防开支 新建边境围墙 但是川普还能够继续的不受控制吗 有民主党议员昨天提案 要求川普公布税单 还要来关心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 要武力镇压库尔德人 并且拒绝接见白宫国安顾问博尔顿 拉起反美大旗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走访伊拉克 谈了什么 稍后带您了解 今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 两国关系如何发展 来听听美国前驻华大使瑞孝俭的说法 金正恩几天前访问中国 官方消息终于露出 来看看我们的详细报道 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 除了官方强硬态度之外 民间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待会为您说明 新闻一开始 先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又发飙了 他周三就美墨边境围墙案 与结束部分政府停摆等问题 同国会的领导人举行会议 不过呢 由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仍然不愿意批准修筑边墙的法案 所以问题还是无法解决 川普于是愤而离开会谈现场 并抱怨与佩洛西对谈是浪费时间 川普当场愤然走人 称与罗佩西谈是浪费时间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时事报 美国总统川普在周三1月9号 同国会领导人举行的白宫会议中愤然离席 因为众议院议长南希 罗佩西拒绝为南部边境墙提供资金 这使得双方的谈判 在政府关门的背景下愈发紧张 民主党人指责川普在白宫会议上发脾气 总统的支持者则称 民主党人拒绝谈判 川普总统随后发推文表示说 这次的白宫会议完全是浪费时间 并对罗佩西说 在线没有别的办法了 据美国之音的报道称 副总统彭斯表示 仍不排除会动用行政权宣布紧急状态 会议众议员也说 今天并非两党的分歧 而是政策的分歧 他接下来念了共和党德州众议员 国土安全委员会的迈考尔众议员的话 表示边境墙既昂贵又没效 应思考更为聪明的办法 不过川普总统下午从国会回到白宫的时候 才说共和党意见一致 他在国会山与共和党议员举行午餐会议后 表示共和党人是完全团结一致的 目前政府部分关门已经进入了19天 川普总统和民主党人在边境建墙问题上 仍然僵持不下 川普与民主党会谈没结果 也就是说美国联邦政府继续停摆 今天已经是第19天了 而由于逐边境围墙的预算案谈不拢 延伸出的一系列问题 川普也强硬的表示 自己有绝对的权利颁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进而征用国防开支 新建边境围墙 根据自由时报报导 新建边境围墙角力战进入白热状态 川普八日晚间首度发表任内第一次黄金时段的全国电视演说 指出美墨边境毒品走私 以及延伸出来的毒品危害和暴力犯罪问题 恐怕已经恶化至人道危机的程度 并且将这些议题归咎于非法移民 川普隔天受访时表示 他目前还没有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但是如果民主党不愿意配合政策拨款 自己仍有绝对的权利这么做 而当被问到为什么不直接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时 川普说 目前研判共和党与民主党仍有机会达成协议 不过要是最后谈判破局 川普便有可能行使总统权力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以规避国会进而取得新建围墙的国防开支 同样也是川普的消息 一直锁定川普报税资料的民主党 终于在重掌众议院不到一个礼拜之后展开行动 昨天两位民主党的众议员提案 要求总统以及总统候选人必须公布税单 要川普就为美国数十年来第一位不愿释出税单的总统 乖乖就范 两位众议院民主党议员昨天提案 要求总统及总统候选人必须公布税单 民主党在去年中期选举夺回众议院后 外界就预料这项提案的到来 这项提案由民主党众议院伊苏和帕斯克鲁所提出 将要求现任总统、副总统及未来政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必须公布十份最近的所得税单 很明显的这项提案是剑指川普而来 他是美国近数十年来第一位不愿释出税单的总统 帕斯克鲁在声明中指出 对于试图竞选这世界上最有权力职缺的人 提供税单检释是基本 美国人有权知道他们的总统是不是个骗子 加上检释税单的要求将能够确保透明度和道德行为 他认为对所有总统候选人来说 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事实上川普一直以报税单正接受审计为由 拒绝对外公布 去年民主党曾多次在众议院岁出入委员会 发动表决要求取得川普税单 最后都遭到共和党否决 共和党并且的这种策略只是政治噱头 而在去年的中期选举之后 拿下众议院多数的民主党 便开始积极计划要透过国会取得川普的税单 继续来关心美国要求土耳其 在美军撤离叙利亚之后 要保障库尔德族民兵的安全 不过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不仅不接受美国的条件 还拒绝接见到土耳其访问的 白宫国安顾问博尔顿 升高华府和安卡拉之间的紧张关系 以下是明镜电视记者的详细报道 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拒绝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约翰博尔顿的要求 博尔顿要求土耳其在美国 从叙利亚撤军后 不要伤害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武装 据美国之音报道 爱尔多安星期二在安卡拉发表讲话说 土耳其将向叙利亚北部派遣部队 打击伊斯兰国 以及库尔德组织人民保护部队和民主联盟党 爱尔多安此番讲话 是对博尔顿此前声明的回应 博尔顿曾表示 土耳其承诺不攻击库尔德人 是美国撤军的条件之一 爱尔多安星期二对议会说 打击叙利亚北部恐怖分子的准备工作 几近完成 他明确表示 库尔德人以及伊斯兰国将成为袭击目标 因为安卡拉认为 他们与库尔德恐怖组织 库尔德工人党有联系 爱尔多安说 那些叙利亚恐怖走廊上的人 将得到必要的教训 库尔德工人党 库尔德民主联盟党 和伊斯兰国之间没有任何区别 博尔顿此前表示 美国从叙利亚撤军 取决于土耳其是否承诺 不攻击库尔德人 爱尔多安拒绝了博尔顿的要求 爱尔多安说 尽管与川普总统达成了明确的谅解 但政府不同部门开始发出不同的声音 尽管如此 川普对叙利亚的看法和他的撤军决定 仍然是我们的参考 美国不顾土耳其的反对 支持库尔德人对伊斯兰国的进攻 美国的撤军 使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得不到保护 他们正在争取冲突中其他各方的帮助 可能是有俄罗斯军队支持叙利亚政府 以色列还警告说 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 访问约旦首都时说 伊朗对叙利亚的威胁不亚于伊斯兰国 蓬佩奥说 这是一个综合的了解 那就是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威胁 也是伊斯兰国和伊斯兰革命 蓬佩奥说 川普从叙利亚撤军的决定 不会削弱打击叙利亚恐怖分子的努力 面对批评 川普说撤军会以适当的速度进行 他没有为撤军提供时间表 土耳其总统发言人周二提供了更多细节 土耳其总统发言人伊普拉辛卡林说 给我们的时间表是60天到90天左右 现在也有说是120天 也就是四个月以后 这位土耳其官员说 安卡拉想知道美国是否打算带走武器 以及从叙利亚撤军后 美国的军事基地怎么办 博尔顿访土耳其受阻 接着来看到同样在中东访问的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他周三无预警的走访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与伊拉克新政府领导人会面 讨论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合作问题 期间他也重申巴格达方面不会受美军撤出叙利亚的影响 并强调伊朗对中东地区的威胁依然不能忽视 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决定撤军叙利亚震惊各界 蓬佩奥走访中东安抚盟友 根据头条日报报导 蓬佩奥在巴格达分别与伊拉克总理麦赫迪 总统萨利赫以及国会议长和外交部长等人会面 蓬佩奥表示伊拉克是美国在政治 经济和安全领域重要的战略伙伴 美国愿意投资参与伊拉克重建 他又强调美国决定从叙利亚撤军 不会降低美国阻止伊朗在区内扩张的决心 此外双方也有讨论加强合作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事情 而伊拉克总统萨利赫也说 需要美国的帮助 希望透过加强国际和区域性的合作 减少阿拉伯世界的不稳定性 彻底战胜恐怖主义 除了伊拉克之外 蓬佩奥的中东之行还包含约旦 埃及沙特阿拉伯等的八个国家 目前蓬佩奥已经转望埃及 中美两大强国的互动被受外界关注 而今年是两国建交40周年 在贸易问题与战略竞争意识逐渐加强的背景之下 未来走向将会如何呢 美国前驻华大使瑞孝简认为 美中关系的性质现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但是把双边关系定义为争夺 而非合作是对形势的误判 来看我们的整理报道 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今年是美中两国建交40周年 但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正处于一个转折点 一些人甚至担心美中会走向全面对抗 甚至陷入一场新的冷战 参与美中建交秘密谈判的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简认为 美中关系的性质现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但是把双边关系定义为争夺而不是合作 是对形势的误判 担任过助理国务卿的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简 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 对于目前的美中关系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 美中关系的性质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他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他说眼下我们的双边关系中有两个 我们必须对付的问题 一是中美之间日益加强的战略竞争的意识 第二是贸易问题 在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来解决 我们贸易关系中最令人关心的一些问题上 存在广泛的支持 但同时有一种看法是 川普政府正在用关税来对待这个问题 而关税不是对付这个问题的正确途径 因为关税不可避免的会给美国经济带来损害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 眼下真正的问题是 川普政府内部没有人在建立一个 我们可以通过他来管控向台湾 以及所有更为广泛问题的框架中扮演任何角色 而且川普政府不从政策与策略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因为川普总统不喜欢受到某一个政策或是策略的束缚 因此他的内阁部长害怕明确说出我们在很多问题上的态度是什么 因为总统可能会根据他在某一时刻对局势的看法而改变他 他还认为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大国是一个错误 在他看来在某种意义上 中国实际上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捍卫者 而美国的所作所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 包括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巴黎气候协议 重新谈判美贸家贸易协议以及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等等 在他看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有很多东西需要加以矫正 也有很多国内的问题需要解决 但是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川普总统 瑞孝姐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错判了国际局势 认为共产党的合法性受到西方政治治理概念的损害 因此试图抵制西方价值观的侵入 而这些价值其实是现代的价值理念 他说在我看来习近平主席正在试图遏止现代的价值理念 在中国国内的影响 我认为这是一个失败的方法 我认为他将加剧中国的内部矛盾 我把这看成是中国的问题 我们不处在告诉中国该如何对付这个问题的地位 但是它影响到我们的双边关系 瑞孝姐说在她的职业生涯中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与苏联打交道 一直努力的找到稳定美苏战略竞争关系的途径 使之不以异常毁灭性的战争收场 在他看来美国也应该对中国采取同样的做法 继续与中国进行接触来稳定战略竞争关系 因为就像苏联一样 中国也有能力对美国施加不可接受的损害 他说如果美中两国爆发公开的冲突 这意味着在一定意义上 我们面临着同样的相互保证毁灭的问题 而它对我们爆发冲突起到了威慑作用 他说美中之间不能展开一场全面战争 因为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问题 可以使两国因全面的军事冲突而受到的损害正当化 把焦点转向亚洲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8日14度访问北京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不过这次的行程相当保密 中国官方媒体终于在今天 发布了有关两人的报道与照片 双方话题不离川津二会与中朝关系 另外朝鲜官媒今天也表示 金正恩已经邀请习近平前往朝鲜参观 而对于金正恩的热情邀约 习近平也欣然接受 画面中可以看到金正恩一脸好奇的 看着手上的物品 这是新华社今天公开金正恩等人 参观北京同仁堂制药工厂的照片 新华社报导指出 习近两人在友好气氛下 就两国关系和共同关注的议题 深入交换意见并达成重要共识 双方一致表示 愿共同努力推动中朝关系 在新的时期不断取得新的发展 持续解决半岛的政治问题 习近平提到 中国将支持朝鲜继续坚持半岛无核化 支持两韩持续改善关系 并支持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川普的二次会面 另一方面 金正恩则表示 感谢中方为缓和朝鲜半岛所做的贡献 强调朝鲜将继续坚持无核化立场 透过对话解决半岛问题 为朝美领导人二次会晤 取得国际社会欢迎的成果而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双方会谈顺利 也增加了习近平访平壤的可能性 朝鲜中央通信社今天报道 习近平已经接受金正恩的邀请 打算前往朝鲜访问 如果成行 这将是习近平自2012年掌权以来 首次赴平壤访问 华为公主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一案 先前闹得满城风雨 目前孟晚舟虽然获准保释 但仍要面临被引渡到美国受审的风险 而中国对孟晚舟被捕的反应强烈 态度强硬 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 也因孟晚舟而闹僵 陷入低谷 那么普遍的加拿大民众 对于这件事情又有什么看法呢 根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导 一项民意调查发现 56%的加拿大人认为 拘捕孟晚舟主要是司法问题 加拿大拘留孟晚舟是正确的行动 不过有29%的受访者持反对意见 他们认为孟晚舟被捕 是出于政治和经济动机 并有可能损害家国与中国的关系 另外当被问到对中国政府的看法时 有83%的加拿大人对中国的一党专政持负面态度 53%的人则认为北京对加拿大有安全威胁 而就未来5G网络发展 53%的加拿大人认为国家应该禁止华为提供5G设备 不过有18%的人认为这是一种过度的反应 加拿大应该允许华为将5G技术 出售给国内的无线公司 至于其他29%的人则无明确立场 节目的最后带您来看到世界简报 为各位观众快速掌握世界各地的最新消息 昨天在墨尔本 至少有10个国家的领事馆及大使馆 收到不明包裹引发一阵恐慌 澳大利亚警方在今天表示 已经逮捕一名48岁男性 因为他涉嫌参与寄送可疑包裹 根据了解这名男子居住在维多利亚省 就在包裹出现之后的几个小时于住家被捕 他寄出的包裹总共有38个 警方已经追回其中的29件 目前这些包裹的内容物还在检验当中 这名男子可能会被控告寄送危险物品的罪名 最众可判署10年徒刑 以色列司法部昨天表示 被指控替敌对国家伊朗从事间谍活动的 前能源与基础建设部长赛吉夫 已经与检方达成认罪协商 赛吉夫承认自己的间谍行为 并把重要情资交给伊朗 虽然这项叛国罪名可以被撤销 但还是会被判处11年徒刑 根据了解 赛吉夫是在1995年到1996年之间 担任能源部长 后来2012年定居在尼日利亚的时候 开始提供伊朗相关情报 包含国安建设的 包含国安设施的位置 以及官员名单 直到去年5月才被逮捕 本案预定于2月11日宣判 美国总统川普的长子小唐纳川普 最近在社群媒体发文 疑似把想尽办法 要入境美国的移民 比喻成动物引发争议 他在Instagram上发文说 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能享受 在动物园度过一天吗 这是因为围墙发挥了作用 事实上川普本人去年 也曾经以类似的词汇 来形容某些移民 指责他们不是人而是动物 于是就有网友痛批 这根本是种族主义在作祟 最后来看到 根据美联社的报导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以及荷兰总理吕特 昨天异口同声的表示 他们希望英国脱离欧盟的过程 尽可能顺畅 避免无协议脱欧 严重影响全球经济 英国预定在3月29日脱离欧盟 不过首相梅伊 却迟迟无法说服大多数议员 支持他的脱欧方案 但是吕特认为 现有的方案呢 就是最佳的协议版本 安倍则是计划在今天 前往英国与美伊见面 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世界新闻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 备受瞩目的中共中央四中全会 一言再言 从传说中的九月底推迟至今 也让年底许多会议出现延宕 像是中国妇女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迟迟无法确定会期 最后只能在11月初抓空档赶紧举办 特别是近来中国各省市两会 纷纷调整会期 让外界察觉一丝不对劲的氛围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 每年1月中国31个省市会举行两会 接着3月再由各地省长及省委书记 赴京出席全国两会 但今年各省却突然陆续宣布调整地方两会的会期 包括西藏政协会议会期为1月9号至13号 在拉萨召开 北京市两会会期则是12号到18号 都是提前数日召开 而安徽则提前一周 在14号召开 另外上海、重庆、贵州等省份的开会时间 推迟到27号 吉林、江苏、浙江、山东、甘肃等省份 则将当地人代会的会期定在1月下旬 很明显的这些地区调整会期的共同点 便是不约而同的避开1月18号到24号 因此就有分析认为 在这7天当中 北京可能举行四中全会 或是有其他的大动作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学者分析 由于各省省长、市委书记都会出席中共四中全会 因此不排除各地两会避开1月18号到24号这段期间 是为了迁就省级高官到北京开会 另有一位中国匿名的自身媒体人也向自由亚洲电台坦言 今年两会的情况确实扑朔迷离 特别是去年两会开了21天 今年不晓得会不会延长 事实上从去年开始 海内外媒体便在猜测四中全会的召开日期 有一派人认为会在2018年底召开 但随着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在去年12月19号到21号举办 香港媒体《信报》引述外电报导 如果四中全会要讨论的经济问题 在经济工作会议上已被讨论并提出方案 那么四中全会在2018年召开的急迫性也就随之降低 因此有不少人认为 极有可能在20号到24号举行 另一方面也有专家分析 如果四中全会确定在1月中旬召开 除了为今年确立中国经济发展方向 及通过党内若干决议 并提交3月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审议表决外 届时也很有可能会通过美中间的新谈判协议 四中全会难缠 引发外界诸多揣测 端传媒就形容四中全会选而未决 连同贸易战持续紧张带来的各种不满 形成中南海政局过去几个月来的诡异气氛 报导也将这次四中全会的氛围 连结到40年前11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 当时最高领导人无法在会议前 形成一致性的共识 导致会议只能延迟举行 因为在中国会议的作用并非通过讨论形成共识 而是为了表达共识的决定 但2018年适逢美中贸易战持续升级 虽然屡次谈判却未能获得解决 加上中国本就放缓的经济成长 因为贸易战更雪上加霜 贵州一位阳性经济学者认为 美中贸易战只是导火线 让中国不好的经济形势变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而现在这个问题触发其他领域的潜在问题 让当局执政陷入困境 甚至可能引起党内政治斗争 各项议题更谈不拢 四中全会的延迟就是这个过程的具体呈现 端传媒分析也指出 中共中央在2018年整整下半年 对未来改革开放的具体路线 似乎还未达成共识 这恐怕正是预期为改革开放40周年定调 并提供未来具体路线的四中全会 迟迟难以召开的直接原因 不过也有人认为 四中全会延期是因为即将有重大议题宣布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一位 声称有20多年新闻工作经验的网友分析 这次的四中全会 极有可能有重大措施讨论和发布 不排除外传的通过中共党内第三份历史决议 重凭1978年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史问题 此次确切的原因为何 恐怕只能等一月中旬 四中全会确定召开了 才能够见分枭 以上是孙玉山为您带来的明镜焦点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 山头上布满黄土 剩下一格格的风陣空地 相隔不远是一栋栋灰蓝色的别墅 秦岭违法别墅被拆掉之后 中国中央电视台9号播出电视纪录片 一抓到底正风际 记录陕西官方如何因为腐败的应付了事 造成秦岭环境受到大幅破坏 报道指出 2014年5月 习近平就已经因为秦岭别墅问题 做出第一次批示 不过命令来到陕西 是任陕西省主要领导的赵永正 却没有严肃看待 只是简单批示省委督察室和西安市委 尽快调查 并且向中央回报 使任详西省政府领导的楼勤检 也只是进行了签约 西安市成立调查小组之后 却让退居二线的市政府资察员 乔真担任组长进行调查 两个月之后报告指出 调查小组已经清查了202栋别墅 不过却漏爆了1000多栋 西安省委却以错误资讯向中央谎报 已经整治结束 之后习近平多次对于秦岭别墅问题进行批示 也被漠视 直到2018年7月 秦岭北路西安段就有1194栋违建别墅 被列为查处整治的对象 被拆除之后事件也引起社会关注 央视纪录片就批评西安官方对上级命令清帅处理 直到问题一发不可收拾 纪录片就披露在对相关区县领导做出口头布置之后 时任西安市市长的董军在当时的会议上 没有传达习近平的命令 导致当时的常务副市长岳华锋 直到一个月之后才听说这件事情 董军也在纪录片中坦承他当时并不够严肃看待 央视专题就批评陕西省和西安市 对中共中央的工作部署应付了事 为后来勤领违建别墅问题埋下隐患 夸张的是调查小组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对违建别墅进行清查 却谎报清查数字 上报之后西安市委和陕西省委竟然照单全收 直到2018年中共中央派出工作小组 专门整治勤领违建事项 事件才因此曝光 秦领违建案曝光之后 连带有许多官员遭到调查和处分 史任西安市市长的上官吉庆 被责令辞职之后 受到留党查看两年处分 并且降级、副厅级、非领导职务 上官吉庆也在纪录片中自白 谈成当时是因为怕违建别墅问题 牵扯到复杂的人际关系 所以才虚应故事 秦领别墅案持续发酵 陕西官场已经有许多人落马 2018年当时的西安市委书记 魏明州因为涉嫌收贿 被湖南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湖南省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宣判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原党组副书记及副主任 魏明州收贿案 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且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魏明州当庭表示认罪 不上诉 法院认为魏明州的行为构成收贿罪 但因为检调机关尚未掌握 大部分的收贿事实 而且魏明州也认罪毁罪 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另外因为秦领别墅案落马的 陕西省委原秘书长钱颖安 西安市政协原主席陈群立 还有被处分的西安原市长 上官及庆都与魏明州有交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明镜人物 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 计划在新的司法部长上任后 离开司法部 他一直负责督管针对俄罗斯干预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 所展开的刑事调查 据美国ABC电视台9日 援引多名熟悉内情人士的话称 罗森斯坦将在未来几周内离职 罗森斯坦已向总统川普和白宫官员表示 他计划在川普提名的司法部长 威廉巴尔就职前后离开政府 没有迹象表明他是被川普逼迫的 不过罗森斯坦与川普不和的消息 早就被传得沸沸扬扬 纽约时报此前曾报道称 2017年5月川普将FBI前任局长科米解职后 罗森斯坦曾在一次与FBI的会谈中建议 对川普进行秘密录音 以揭示白宫的混乱 并启动宪法第25修正案 解除川普职务 爆料一出 罗森斯坦随即发表声明 强烈否认有关事项 声明表示 我不会对一个基于匿名消息源的报道 作出进一步评论 这些匿名人士显然对司法部有偏见 有自己的个人意图 他还说 根据他与川普的个人交往来看 根本没有理由这样做 不过CNN却表示 川普经常会同罗森斯坦发生争执 美国之音的报道称 虽然川普攻击罗森斯坦 但并没有解雇他 不过川普总统最近转推了一张 显示罗森斯坦和其他人坐牢的图片 而且解雇了司法部长塞申斯 因为塞申斯回避了对涉额调查的督管 在塞申斯宣布回避后 罗森斯坦接过了涉额调查督管权 消息人士称 罗森斯坦希望能和他的继任者平稳过渡 并将满足巴尔的需要 巴尔是一名共和党人和企业法律师 他将取代目前的代理司法部长马修·惠特克 巴尔在1990年代初就曾担任过美国司法部长 对他的提名确认听证定于下星期二开始 参议院全院可能在2月中旬 进行确认表决 各界预计参议院将批准 川普提名的巴尔 川普经常抨击罗森斯坦任命特别检察官 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穆勒领导的 涉额调查 这项行动已演变为历时20个月的调查 调查目标是川普竞选阵营是否与莫斯科有任何联系 以及身为总统的川普是否试图非法阻碍调查 川普经常斥责涉额调查纯属猎物 也就是朴风捉影的政治迫害 他否认他的竞选班子与俄罗斯勾结 也否认他妨碍了司法 罗森斯坦是职业检察官 司法部第二号领导人的工作任务繁重 显然他早就觉得任职两年已经够长了 没有迹象显示川普逼他离任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对福克斯新闻说 我知道这位司法部副部长一直计划干两年左右 我猜想他是为新的司法部长组建 自己想要身边的团队腾出空间 罗森斯坦已向其他官员表示 他在确认穆勒的调查已经完成 或者已经进展的足够深 可以不怕白宫干涉时他就会离任 罗森斯坦在川普2017年5月 解雇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期间起了关键作用 在罗森斯坦任命穆勒接管调查之前 涉额调查由时任联调局局长科米领导 罗森斯坦写了一封支持解雇科米的信函 白宫最初把这封信当作是川普赶走科米的理由 然而几天后川普对全国广播公司NBC主播 莱斯特·霍尔特说他开除科米是因为在想着俄罗斯这件事 他争辩说有关竞选团队跟俄罗斯勾结的说法是民主党人制造的骗局 民主党人因为川普意外挫败了前国务卿希拉里而心怀不满 穆勒没有定下结束调查的时间表 最近几天一个听取本案证据的大陪审团又被延长了六个月 这让华盛顿一些分析人士觉得穆勒的调查不会很快收尾 虽然川普指责穆勒调查不公 但这位特别检察官已经让川普圈内的好几位关键人物被定罪或认罪 这些人包括前竞选经理保罗·马纳福特 第一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 前竞选助理克里·盖茨 外交政策顾问乔治·帕帕普多·洛斯和川普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等人 以上是穆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您的收看